KASIO最新相機 嗨大家好我是Ruling 因為想跟大家分享一台KASIO最新相機 就是我手上這台TR-MINI 那它非常特別的是它的外型 那它非常特別的是它的外型 因為像一般我從包包裡面拿出來的話 其實大家看到都會覺得說 它是一般的粉餅盒 那當我打開它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我要補光 但它其實打開它就已經是開機囉 那它最特別的地方 是讓我覺得說 跟一般TR一樣它有美肌的效果之外 那在我們燈光比較 溫暗的情況下 它設計非常的貼心 因為它有所謂的一個LED補光燈 那這個補光燈的話 它除了有全照明的效果之外呢 它也可以針對 就是你的暗處去做局部的補光 這樣子 如同我們鏡頭所看到的 那再來就是說 這一台的話 它的那個外型 就是打開的時候 這個構圖 它是1比1 那像我們很多年輕人都喜歡拍照 上傳IG打卡啊 那其實這個 它的照片尺寸就可以直接讓你 不用說圖的狀況下上傳IG 那如果說你今天也想要上傳Facebook 你不想要用1比1的比例的話 它也可以直接調4比3的比例 其實它的設計是非常的人性化 多用途 那再來就是說 這一台 它雖然很輕巧的小台 可是一樣也有內建Wi-Fi 可以讓你直接 就是透過手機連到它 然後直接上傳網路 那它使用心得的話 我是覺得說 因為一般我們的相機 都是設計的正正方方的 或者是說像TI一樣 可能就是有點像手機的大小 可是這一台 它就是以粉餅機的概念 就是讓我們女生覺得說 你好像只是帶了一台 帶了一個彩妝的用品出門 那放一點包包 除了輕巧之外 它其實沒有很佔空間 那甚至說呢 我今天想要直接把它放在口袋 然後拿出來拍的話 也都是非常的便利性 所以呢 這是CASIO 它設計相機 跟以往不同的概念 以上就是我的使用心得 那就是請大家看接下來的評測囉 掰掰